现在还是讲的地 刚才讲的是地啊 很深很厚 彼此一层一层的 相因相依而住 所以叫做 辗转因依住 第一层的地 因为有第二层的地 为他所依 而第二层的地 持住保持住 这个第一层的地 所以相因相依 这是因为他自己自虑 同样是地的自虑啊 来说明这个辗转因依住 其次 在约一类的相依 一不同了 跟谁不同啊 地下面呢 有水 有风 有虚空 月水 风 虚空 这些 大 做他 所依的 为地所依 而来说明这个辗转 因依住 这个道理就出在华严经的第五十卷 如来出现评 第三十七 华严经八十卷有三十九评啊 第三十七评啊 叫做如来出现评 啊 这个如来出现评 呃 一开头 就是从这个第五十卷开始了 啊 那么 第五十卷开头的如来出现评 第一 呃 第三十七的之一 啊 就是 我第五十卷经里面呢 有这么一段文 啊 他说 地轮 依水轮 水轮 依风轮 风轮 依西空 西空五所依 虽五所依 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的安住 这是华严经第五十卷 如来出现评里面的文字 是说明这个大地啊 下面 怎么样子相依相住的 啊 地不管你有多厚 多广多大 地的下面是必定有水的 实际上啊 地跟水是相依住的 啊 例如我们人住在这个世间要生活 没有水 要怎么样生活呀 没有水就活不了的 啊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啊 从地底地的下面来的 所以我们屏东乡下都是用的地下水 啊 从地底下啊 抽出这个水来用 那么由此可见 地中有水 地跟水是相依的 那么按照经文所说 地轮 就指这个大地啊 啊 很深厚的大地称为地轮 啊 这个轮本来是原型啊 所以可见 佛经里面也是说这个地球是原型 地轮嘛 啊 那么地轮移什么呀 移水轮啊 因为下面有水啊 保持住这个大地啊 所以地能够安住在这个虚空之中啊 是因为有水轮来持它 所以地轮移水轮 那水呢 水下面是谁来保持它呀 经说水轮移风轮 水的下面有风 这个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的了 本来是水是在地面上啊 如果没有地这个水怎么装啊 他怎么能够安利啊 可是经里面他是说地下面有水轮的 地是浮在水上面 这好像啊 这个牛奶上面呢 泥一层这个啊 好像这个饼饼干一样的那种东西 下面是水 啊 下面是一层 下面是地 地下面有水 水持住地 那么这个水他怎么怎么安利啊 他水靠风的 下面有风轮啊 风轮在哪里保持住 这个水 不会掉下去 而能安住 而且这个水 是在地底下 啊 水下面 又有风 而风来保持这个水轮 那么这个风又靠谁啊 风轮依西空 这个水下面的风啊 风轮是依靠西空而住的啊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世界最底下下面还是到了西空 跟这个空中的虚空一样的啊 风轮是依住这个西空的 那么西空 那么西空以水啊 西空就无所依了 西空他无所依啊 他虽然无所依啊 而能使命三千大天世界而得安住 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所依 可是他能够使这个三千大天世界得到安住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必定要去好好去研究一番吧 那我们人的力量总是不够啊 如果把一生的时间下在这个这点工作上 恐怕也做不到这个完成的工作 而且把时间浪费啊 没有什么用 那么实际上佛经说这些话呀 他另外有用意的 他是这是一种比方 他用意在表伐的 那么这里说地水风虚空 愣眼睛不这样说了 愣眼睛地下面多一个金啊 金银气宝的金 愣眼睛里面说地轮下面有金 金轮 金下面才是水 水下面是风 风下面是空 这个情况一样 不过他在地轮下面多一个金 实际上金啊 就是地里面的坚硬的东西了 所谓五金啊 金银铜铁石头都都是坚硬的东西 实际上地跟金是连在一起的 不过大地的泥啊 地图的土 它是能硬能软的 金是完全是属于硬的 所以在这个义经的义卦里面啊 说这个地 昆地啊 它是柔以钢 它的得 柔以钢 柔是柔软啊 这个大地碰到水不就柔软啊 变成泥巴不就柔软了吗 钢 钢就是那个金啊 五金啊 石头啊 坚硬的东西都是钢啊 所以地的得是柔以钢 天是阴以阳 地是柔以钢 人 人是人以义 所以 这个天地人叫做三财啊 财是能啊 财能的财啊 那么天地人叫做三财 天是阴阳 地 柔以钢 人 要有人有义 啊 这是儒家 啊 就根据这个义经的说法 就人必定要有仁慈 有义气 有仁慈 有义气 才叫做人 啊 假如这个人没有仁慈 没有义气 啊 那么见死不就 啊 那么 袖手旁观 这种的 这就不叫做人啊 那叫做人行受 啊 形象像人呢 他的内心跟受了也没有没有两样了 所以孟子要说 人之意 禽兽者 几兮啊 相差没有几 没有没有多少了 差不多了 假如只是吃饭睡觉 那是跟动物完全一样 跟禽兽一样 啊 人 他不定有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啊 人有知识 啊 那么一般都说人为万物之灵吗 所以他胜个其他的动物啊 啊 但是也有这个油墨家说 他说人不是万物之灵 而是人为万物之怪 啊 他人是给一种怪物 最怪的就是人啊 怎么怪啊 他所有的动物他都吃光了啊 四角的除掉这个桌子凳子啊 他通通吃啊 那么这个人是万物之怪 无怪不有啊 无奇不有就是人啊 人是最奇怪的动物啊 这蛮有道理啊 那么因此这个天地人配合起来成为三财啊 这个地嘛 他由柔与刚 因为这个刚就是金 所以啊 这个愣眼睛说地轮下面有金轮 金轮下面有水轮 水轮下面有风轮 风轮下面有空轮啊 呃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不妨把地球翻过来看好了 啊 你把地球把它翻过来看 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哦 呃 佛经为什么这样说呀 有他的道理的 呃 他这个意思就是比方啊 妄境 一与妄心 外面的一千万件都是希望不实的 这个一千万件的希望不实 是依靠这个妄想心而来的 假如你没有这个妄想 妄想心啊 也就不不会有外面的这个妄境 啊 所以说妄境一妄心 妄心一本事 啊 这就好像地轮一水轮 水轮一风轮 来比这个妄境一妄心 妄心一本事 风轮啊 就是指这个本事 本事是什么 有八师啊 八师啊 啊 我们人都把心 转成是 分别的作用啊 啊 就是八师 啊 妄境一妄心 妄心一本事 那就是地轮一水轮 水轮一风轮 那么本事一什么呢 本事一如来当 如来当 就是自信 清净心 我们人人有如来 但是我们的如来 寒藏起来 啊 隐藏起来 显不出这个如来的功德 所以本事一如来当 就是像风轮一空轮 风轮一空轮 用虚空的空轮来比如来当 比这个自信清净心 啊 那么如来当一谁啊 如来当无所依 啊 就像这个虚空无所依 虚空没有所依 就像这个 呃 如来当无所依 因此之故 离开如来当 一切万法都不可得 离开如来当性 一切法都不可得 也就是说 离开我们的自信 清净心 这个世间 一切万法都没有 都不可得 因为这些都是虚妄不实的 他们都没有实体的啊 原生 五性啊 因缘三法都没有实在的体性 没有实在的体性 就是空啊 所以虚空无所依 啊 虽然无所依啊 他能使三千大千世纪而得安住 啊 我们的如来当无所依 而他能为一切万法所依 啊 一切希望诸法通通依靠如来当 离开如来当 他都不能建立啊 那么这些一切万法都不能成立 都不能存在 啊 因此之故啊 啊 叫做这个地 是彼此辗转相依而住 这相依而住当中 彼此夫不相知 地轮不知水轮 啊 水轮不知风轮 风轮不知西空 啊 彼此都是夫不相知的 因此我们众生啊 忘静不知忘心 忘心不知本事 本事也还没有体会到如来当的本性 啊 因此之故啊 辗转相依而各个不相知 啊 那么这个法义也就是如此啊 诸法义如此 前面 这五首句中啊 水火风地 这四样都是比方 啊 都是帮助第一首句中 诸法无作用 义无有体性 事故彼一切 各个不相知 帮助这个解释 啊 那么这个诸法无作用 要用什么来表达呀 就是把下面的水呀 火呀 风呀 地呀 显示这些诸法 它没有实体的作用 啊 用就是利用 啊 单靠任何一法 只有一法 它是不会起作用的 单靠这一法不会起作用 所以呀 呃 这个 法法 夫不相知 呃 因为它要重元配合 才能够生长一切 那么因此 所以 一法义 一法之间 是无作用的 是不相知的 呃 因此之故啊 这个水火风地 这个比方 就帮助解释前前面的 这个呃 既然心性是一 为何有种种差别 解释解释那个差别的 不知啊 不相知的道理 那么因此再分别 把它比对一下 第一 水 呃 比如河中水 船流进奔事 各个不相知 诸法亦柔事 这个道理呀 他的用意 是比方前两种的不相知 呃 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业不知心 心不知业 受不知报 报不知受 解释这个道理 呃 因为前面文书的问啊 他说 心性既然是一 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 这个差别像当中 看到有些众生 造善业 往善去 造恶业 往恶去 呃 所以这个种种差别当中 所谓往善去 往恶去 呃 这个原因在哪里呀 就是因为 业 宣习 心 呃 心 受到宣习 就要造业 造 造的业 他自己就要受果报 他为什么要造业 呃 心为什么会去造业 这就好像水在流啊 前后相惜 一直在流动不停 呃 水在漂流彼此 前后流彼此不相知 前后流不相知的道理 在前面有十种已经讲过了 呃 那么彼此不相知 就是众生在这个忘心当中造业啊 心不知业 他正在造业的时候 呃 愿凡夫的凡情将 彼此福里福徒 莫名其妙的造起业来 呃 无论是善业恶业 他 都不会有 事先的计划 我什么时候要造什么业 什么时候要造善业 什么时候造恶业 他都没有这个事先的计划 只是碰到因缘 呃 由外缘的讯息啊 心里的种子升起现行 升起现行就造业 呃 那么种子为什么会升起现行 呃 他为什么会去造业 当时彼此都是不相知的 那么这个不相知 为什么会如此啊 有业力所熏啊 众生的业力熏悉 所以彼此不相知啊 这就是用水流来说明 呃 这个不相知 说不相知 为什么会有这种种差别相啊 差别就是因为你在造业嘛 如果你心不去造业的话 差别像当地极空 都没有实体 就是因为你呃 业力熏心 造出这个业 业种子升起现行 那么造出业力来 有因必定有果啊 所以造业力去好的地方 去向于好的山去 造业去向于苦暴的地方 这是一定的 呃 那么这是水流业力在哪里活动 升起现行 而他自己并不相知的 第二 火 一如大火去 蒙焰同事发 个个不相知 诸发一如是 火 大火在烧的时候 前焰灭 后焰生 说明这个生生灭灭 这个生生灭灭的情况 用火焰来说明啊 比水流更清楚了 所以借火焰的生灭相 来说明众生的 是田当中 种子升起现行 现行再熏种子 呃 种子现行 彼此呼熏 没有间断 啊 来说明前面所说的 受不知报 报不知受 心不知受 受不知心 啊 为什么受报的时候 也不相知 啊 心在受报 也不相知 原因在哪里啊 因为彼此业力熏 这都是由众生的无明烦恼的 熏悉而来 所以呃 您所问的心性示意 为什么建有众生的果报上的猪 猪根满缺 受身同意 啊 这就是解释这个猪根满 猪根缺 啊 啊 而受身 又有同 又有义 啊 到了这里 他这个猪根满缺的这个根啊 就约两种解释了 前面单约人生的五根讲 言而彼色生 这五根有满有缺 啊 就有人啊 这个五根不全嘛 就残废 啊 有人五根圆满 没有缺少 就是满缺的封编 这是一种 这是约人生说的 另外这个根呢 是约这个三十七道品的五根五律的根说的 就是信 敬 念 定 会 五根 这个五根有满有缺 就是说明众生在修善业的时候啊 被这个 呃 我的种子手圈动 啊 那么他这个五根就有缺陷的地方 就不会很圆满 啊 比如说你信心不坚固 信根不坚 啊 那么信根不坚固吗 那你碰到外缘 那你的信心就会转变了 哦 现在一般人大致都是比较富有了 生活都很好啊 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 三十几年前 大致是在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的人啊 差不多 生活都是比较苦的 就是我们台湾啊 第二次大战以后啊 啊 那么四十年前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很苦的 因此他这个生活苦的缘故啊 他只求他的生活能够安宁啊 比如说没有饭吃 假如有人给他饭吃 你叫他信什么教 他就信什么教 所以那个时候有面粉教 有奶粉教啊 他原因在哪里呢 他不是信他的教 是信他的面粉 信他的奶粉 他有这些东西 他的生活能够帮助啊 能够帮助他的生活 所以他的信心就不会有 因为恶肚子而来兼顾他的信 信根了啊 因为那个时候佛教没有奶粉 没有面粉啊 结果有好多的佛教徒 就去信奶粉 信面粉啊 这种情况啊 我看过很多 那那个时候 我在二十多岁 二十几岁的时候啊 呃 从光复以后 一直到大概民国四十几年 这段时间 看过很多时间上的人啊 呃 有奶粉 他就信他的教 有面粉给他 有面包给他 他就信他的教 假如明天不给他了 他就撒优娜了 哦 就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这就所谓信心啊 有满有缺 那么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正性啊 也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谈到这个学佛的正性之难啊 有人学佛一辈子 学了几十年 甚至到了晚年啊 他的信心还是不坚固 为什么不坚固啊 我就曾看过 懂得很多佛法的人 到了晚年 他是生病病得很严重 呃 这个医生治不好 中医西医都没有效果 他最后最后跑到哪里去啊 跑到神坛去问问佛兰的 啊 问这个 这个 党纪 啊 他为什么跑到那边去啊 这就可见 他的信心并不坚固 啊 他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 呃 客家人有一句话说的 母鸡要不要够 哈哈哈哈 就变成这么一种情况 母鸡嘛 就要不要够 那么就是 到了那个时候啊 就是随便乱找了乱抓了啊 反正希望病好嘛 那么求生的欲望还是很高啊 怕死 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所以别的不说 只是信根 要蛮学佛的这个正性的信心 信根要蛮就很不容易了啊 那么 唯物不能去啊 那么到了那种境界 假如你没有坚定的信心 很容易动啊 假如信心坚固的话 他也精进就容易就容易了啊 啊 那么信尽念定会 他的念就是具备正念了 心里面除掉佛法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了啊 哦 那么由此就会有定有会啊 定是禅定啊啊 呃 这个定根也是非常重要的 学佛呀 呃 他的目标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他用意就是在求定的 就在求定啊 由界深定 因定发佛也 受界之后修学佛法 用意都是在求定 没有一法不求定的啊 赌经也好 拜佛也好 都是求定 并不一定是坐在哪里才是求定啊 啊 坐也不一定是禅了啊 啊 并不是坐下来就禅了 石头一天到晚都在坐 难道他有石头禅吗 啊 那么至于我们这个古代的石头禅室 那才是真的啊 那么普通一般的石头是不会成为禅的 都是浮屠的 那么这个定根啊 从哪里升起来啊 你又肯去下功夫去修学啊 啊 有定发佛呀 没有禅定智慧发不出来的 啊 曾有人问我 有见有会 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定啊 啊 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啊 游戒身定 因定发会 假如没有定啊 好像风中煮啊 点蜡烛 点蜡烛 啊 晚上点蜡烛 假如你点在外边 四边风在吹 这个蜡烛的光啊 决定是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啊 假如你有这个灯灶把它造起来 就没有问题了 那个灯灶就是定 就是定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教导弟子啊 啊 那你学佛 尤其出家人 你总是不出这三种业 第一 纵禅 第二 读诵 第三 修诸福业 学佛 尤其出家人 你必定是在这三种当中选择一种 最好修定 做禅 修定啊 好好的用功 修定 有禅定 不一定是中国的祖师禅了 啊 如来禅 这个只贯禅 啊 也是一样能够得到定功的 啊 就是必定要学习修定 啊 所以做禅 假如你真的心静不下来 坐不住 啊 你心静不下来 没有办法修禅的话 第二 读诵 读诵 啊 读诵啊 就是解义 在佛法里面 在经论里面下功夫 啊 也就是围山 大元禅师的这个围山景策里面所说的 啊 你如果是上根上字吗 跟我来 参参 啊 求这个 呃 大开大物 见这个父母 父母 未生前的 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啊 假如你不是属于这一类的根性 啊 那你不妨去学教 不要听出来 不是叫你睡觉了 啊 学教 这个国英啊 这很难咬得清楚啊 学习教理啊 去好好的学习教理 研究教典 教典 必定要读 要诵啊 熟能生巧啊 假如你这个教理 这个经文没有读书的话 就没有办法前后连贯的 所以必定要读书啊 那么是读诵就是在教理方面下功夫 中等的根性 你叫他打坐他坐不来 你叫他修指贯贯不来啊 那么因此他这个心啊散乱心很重 分别心很多 那么这种人叫他去研究教理 研究教理 那我就属于这一类 你叫我打坐啊 我坐不来 我坐下来就是要见周公啊 周公跟我很有缘 有的时候啊 坐下来啊 就是扶持乱想啊 台湾啊 从北想到南 从南想到北啊 所以我尽量不要 这个多跑地方啊 地方跑得多了 这个心地里面的影子太多啊 在妄想就更多了 所以啊 我就在台湾闭关 连蓬府都没去过啊 为什么呢 我尽量少增加这个心里的这个影子啊 前五前五根对五成肉屑的影子 越少越好 你说什么日本长得什么样 美国如何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我没去过啊 没有印象啊 那好了 他心地啊 就比较 不会有那么多的妄想 啊 从而有妄想 想的都是在台湾啊 我想的太多啊 啊 那么台湾的横挂公路 我也没去过 哦 啊 还有那个 搜发公路我也没经过 我也不知道 啊 而说多金钱 我也不知道 啊 那么 这就是说 你增加这个外境啊 他心里的 呃 这个妄想就会增加了 啊 那么因此之后 他必定要定 啊 要定 你旁的办法 直接的办法 没有办法 那你就用间接的办法 间接的办法 就是读诵教理 研究教典 那么你一天到晚都在文字 在佛经里面下功夫 虽然是入海算杀呀 总比不算好啊 啊 我算久了总会多少有一点 涨到杀的成分啊 啊 那么所以假如你不是奏禅修订的 这个直接修订的这种根性 那你就不妨 那你就不妨读诵佛经啊 如果再不行 读经也读不来 哎 我有有经验啊 呃 二三四十岁的时候 曾带过几个这个年轻的 小三名啊 啊 这个小孩子 十几岁的 呃 我曾碰到有这么一种人 您叫他读书啊 他马上就头痛了 啊 你叫他读书 哦 我头看天 我头拿通哦 我没办法哦 你叫他读书 他头痛 你叫他办事做事啊 他兴趣来了 呃 他的能力蛮 蛮高的 呃 你叫他读书 他就会头痛 这种人啊 做禅做不来 读书会头痛 有什么办法呀 第三 修住福耶 那你只好修福了 多修福啊 呃 否则那你不能这样子 呃 假扑过去的 呃 那是不可以 最起码在佛法里面 你要想出一个办法来 自己有个工作啊 呃 多对佛法的受用啊 啊 假如你没有办法做啥 没有办法读书 那你能够发心做做苦行啊 呃 在常住里呃 多帮助人家啊 修行啊 呃 无论是烧饭啊 当饭头也会出祖师啊 围山大圆禅师就是饭头出来的 呃 种菜也会出祖师啊 呃 那么无论你做哪种苦工啊 修福 都是在佛法门中做的 那么你会说 那要做工我在家里做不就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会不一样 你家里做的是世间贪嗔痴 就是世间法上啊 正常这个呃 爱念 正常家庭的观念啊 呃 那只是正常轮回事业 在佛事里面做的 终然是苦工啊 一样是做工 但是呢 他做的是十方呃 三宝的工作 是三宝门中的 修的福报 是三宝门中修的啊 他做的一举一动啊 都是呃 三宝门中的工的事业啊 修的福的 跟家庭的工作不一样的啊 因为你做的是常住上 寺庙里大众共修的工作 一出家修行 一佛法身三宝都有帮助啊 这是修福啊 做禅读诵修住福业 可以使这个定根正常啊 有定发会 会根正常才能断烦恼 没有会根不能断烦恼 所以越修行讲 这个诸根满缺的根 也可以越五根讲啊 五根都具备了 信进念定会 五根都具备 就会生长变成五力 有力量啊 不会被他所服 而能降服于他啊 那么就发生这个五力 所以呃 如果信进念定会的五根满 那你将来的寿生就不一样了 啊 那么不但是天上人间继续修佛法里面的功德事业啊 也许有此功德 你有愿力要求生清净浮屠也能成就的 所以这个诸根满缺 有两种解释 前面单约人生的炎而鼻色生的五根讲 现在呃 再加上这个佛法里面的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根啊 假如你在修学佛法里面五根具备 那就可以使你的啊 这个修行的功夫啊 慢慢增长了 这心性是一 为什么见有诸根满圈 为什么有受生统一 那是因为众生的这个心念 念念生灭 前念灭 不知道后念生 后念生 不知道后前念灭 这个生灭不停的无常信书 所以他没有办法彼此相知 这个彼此不相知的原因 就是无始皆来 无明烦恼的讯息 无明烦恼 就是这个一心 心性本来是一 而又生起种种差别的源 源头啊 这个最最源头的地方 就是指那个根本无明 因为这个一念妄动的根本无明啊 所以无量就来龙回流转 这就借火 来说明这个生灭不停 第三 又如长风起 欲物显古无善 个个不相知 诸法一如诗 风 比因缘法 轻因诸缘 啊 风自己 无所谓动不动 碰到境界才会动 假如没有寿墓 没有外面的这个植物灯 这个风 根本就感觉不出它的动向 所以风之动啊 是因为有外面的沉浸 才知道它的动 所以说明这个 呃 比方这个 因与缘 啊 轻因必定要有助缘 没有助缘 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因的结果 啊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 因不知缘 缘不知因 啊 那么 因缘彼此夫不相知 那么前面的问话里面说 心性是一 云和见有端正丑陋啊 人生为什么有端正的 有丑陋的 这就是因为 它的业缘有异啊 个人造的业因 呃 助缘有所不同 啊 例如说 修忍辱 有慈悲 这个人 长相 必定会向好庄严啊 以法修行 帮助别人 这个人 必定会向好庄严 假如您 嗔寒心中 啊 喜欢破坏别人的好事 啊 这个人 必定以后的业力 就会感到这个 丑陋的果报 啊 为什么会丑陋啊 因为 嗔寒心中 啊 容易发脾气啊 啊 嗔寒心中 很容易遭到这个丑陋的果报 而你看这个 发脾气的现象 那个时候的情况 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曾看到人家发脾气的时候在笑吗 有没有啊 发脾气会不会笑 啊 发脾气都是啊 连红脖子粗 啊 眼睛真的大大的 所以我们中文的称汉的称之啊 啊 两种写法 一种是目指旁 眼睛 目指旁 啊 为什么这个称汉的称用目指旁啊 生气的时候眼睛真的大大的 啊 眼睛真的大大的 啊 目指旁 啊 为什么称汉的称用口指旁啊 一生气必定会骂人的 张张口就骂人的啊 那么 所以这个称汉心的称都是口指旁 称汉的时候像很难看了 啊 因此这个称汉像难看 所以感报将来 这个身体就会感到这个丑陋的果报啊 那么由此这就好像风在吹啊 东边吹来倒到西边 西边吹来倒到东边啊 好像这个墙头草啊 风一吹倒过来倒过去 没有一定啊 这就说明这个众生啊 碰到什么样的因啊 那么有什么祖元 他就借什么国啊 因缘国没有差别啊 那么彼此不相知啊 那么阴不知缘 缘不知阴 彼此不相知 因为心不知静 静不知心啊 业也不知心 心也不知业 所以彼此不相知 或有种种差别 就是由根本无名造业 假如没有根本无名 没有这些差别 这是月风来说明因缘生起的差别项 最后回归说到今天说的地 啊 地也是比方因缘差别 啊 因为地是辗转因一入的 也是说明这个啊 因缘的差别 同时也说明众生感报的苦乐不同 苦乐不同啊 因为地有啊 承受好坏的情况 而地承受好的情况 就好像你造善业的好报的乐报啊 一承受这个肮脏的东西坏的地方啊 那就好像你造恶业感受到苦报的情况一样啊 所以善因的快乐的果报 恶因的苦的果报 这是就好像大地承受这些一些万物啊 那么大地承受万物啊 它是不动的 可是我们众生心是会动的啊 受到快乐果报 生欢喜心 会动 受到苦的果报 生忧愁苦恼心 那么心里难受难过 那也是有动的 所以这个借比方啊 有的时候是完全的比喻 有的时候是一半啊 不用全意 叫做便宜 比方只有一便的作用 它不完全啊 因此这个用地辗转因意 来说明众生的造业啊 心啊 有真心忘心 忘心 亦无名啊 无名就生起三心六处的烦恼 由此就造业受苦无量啊 那么众生就在这种的反境当中啊 轮回生死 没有间断啊 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在这里的用途固然不一样啊 但是他有 好的一面啊 叫我们来学习他啊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怎么样子学习啊 这个文殊菩萨的感应录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 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五台山 三西五台山 南台 三下 从前有个林旧士啊 那么他在从南北朝的时候啊 他都要做这个武哲大会啊 那么他因为设这个武哲大会啊 所以感动到文殊世线啊 那么有一天正在设武哲大会啊 那么这个看到这个有一个女女人啊啊 背上背一个小孩子手里牵一个小孩子啊 还一个时候又牵一个狗啊 那么来到这个武哲大会 他说我没有什么供养啊 我只有头发 他把头发剪下来啊 供养大会啊 他说我现在不能等到你吃饭的时间了 你先给我的这个饭份吧 那么这个武哲大会的这个这个出家人呢 就给他三份的饭 就是他自己这个女性自己一份啊 背上小孩子一份 手里牵的小孩子一份 就是三份吗 他不走 他说你再给我一份 那你三个人 我不是给你三份了吗 他说我的狗也要一份啊 狗也要吃啊 哦 这不得已 也再给他一份就四份了 他还是不走 他再给我一份 你已经现在的三份了 三个人连狗都有了 你还有一份做什么 他说我肚子里面还有狗没生的 他也有一份 这没道理啊 你没有生的 我哪里知道 你有生几个 还有多少份啊 他一气之下呀 就大骂了 这一骂这些牧民活一发呀 这个女人呢 就生到空中 两个小孩子就变成这个童子啊 在他的身边两边 那狗就变成金狮子啊 他坐在这个狮子背上 啊 那么在空中就说了这么一首句送了 他说苦福连根苦啊 甜瓜彻底甜 三界无浊处啊 智思欧斯贤 啊 他说这个苦的东西 要苦瓜呀 他彻底是苦的 连地也是苦的啊 甜瓜彻底甜 甜瓜嘛 完全是甜的 我嘛 三界都没有我住着的地方了 可是今天 是你这欧斯在嫌我啊 智思欧斯贤 这个时候 这个出家人知道 这是菩萨化身了 啊 他赶快跪下去 忏悔啊 忏悔 大家都在拜 这个时候 他又在说松了 啊 他说 众善学平等啊 心随万进波 百孩 百孩俱舍尽啊 啊 其如正爱和 你分别心太重 啊 你要学习平等 无浙大会 就是要平等心嘛 啊 你没有平等心 要平等 不是众生学平等 心随万进波 你的心在分别 啊 这是狗 这是人 我这是没生的 这是一生的 啊 你都在分别 心随万进波 百孩俱舍尽 还是海姑的海了 姑子旁的那个海 啊 到了死了 无常来了 百孩都要舍尽啊 啊 可惜你现在在修行的时候 其如正爱和 不是正就是爱 正是讨厌了 爱 喜欢了啊 啊 那么你一天到晚 就是在这个正正爱爱中 过日子啊 怎么能够得到平等的心理 啊 那么大家就向菩萨要求啊 那菩萨慈悲 你教我怎么样子 学习平等 要怎么样才平等啊 菩萨最后说一首句诵说 啊 此心如大地 亦如水火风啊 无二无分别啊 究竟如虚空 这个据说完了 菩萨也就空中隐去了 就没有再现了啊 那么因此这个要学平等 要学这个啊 地水火风啊 众生学平等啊 那么要学这个平等啊 就是要学这个地水火风啊 此心把你的心保持像这个大地啊 好的坏的 他照样永生啊 一如水火风 水在流 干净也流 肮脏也流啊 火 什么东西他都烧 好的烧 坏的也烧 肮脏也烧 干净也烧 像火 风 什么地方他都吹 他不会说这是一号 我不吹 没有这个事情 什么地方他照吹不悟啊 一如水火风啊 无二无分别 他没有分别性 没有两个对待相 没有分别性啊 无二无分别 那么到这种境界 究竟如虚空 平等平等啊 究竟平等如虚空 就没有差别啊 这才是真正得到学习平等的功用啊 在学平等 从地水火风四大学 像他这样子就像个平等了啊 讲到这里为止 看起来我们只是讲到一个一首句诵 又如众地界辗转阴依住 个个不像是诸法一如是 刚刚讲到这里 实际上是前面水火风等没有讲完啊 配合起来把它讲完啊 也就是把这个大佛的句诵啊 前面无首句诵已经说完 后边还有无首句诵啊 留下字讲啊